回阿嬷家吃饭这个愿望很单纯却又很奢侈 有一对父子就联手找回在阿嬷家吃饭的感觉 从复古摆设到古早味菜饭 让顾客一走进餐厅就像穿越了时光隧道 重温过去的美好 复古灯罩 40年代海报 还有阿嬷的石木桌 进到成霸的餐厅 仿佛走进时光隧道 你看到的东西像去楼街 有人有的楼边 去增坡人等着的 看得漂亮的我就找回来了 二三十年收藏下来的老东西 一一布置在食堂里 一股怀旧风加上古早味 在这里用餐多了好几分人情 很像就是小时候回到阿嬷家的感觉 这些东西你有见过吗 有一些有啦 大部分都没有了 现在对啊现在的生活中 只要看到 前场吃得开心 后场陈妈忙着拌菜饭 每咬起一勺就带起震震香气 每一桌必点的招牌 不管是旧宇还是新知 总是一碗吃过一碗 就好像回归就是我们五零年代 那个传统菜一样 像这种菜饭的话就好像想当兵的时候 大锅炒 随便炒一炒这样吃 回味进行当兵时候的那个痛快 菜饭看起来好像很油 但吃起来是一点都不油 而且有它的香味在 主要还是跟爸爸学习比较多 二十五岁的陈冠婷 掌烧着上了年纪的老菜色 刀刀剁下 青江菜尝了细丝 手法俐落 不输老师傅 老爸传授给他的菜饭做法 早已经脱离上海味 吃前繁复的蒸煮 但最后又能尝到 蔬菜的鲜和米粒的Q 我们用青江菜 羊菇 红葱碎 还有猪油 酱油 炒料直接炒过之后 炒的时候酱油要直接 让它接触到锅子的热气 这样子直接有食的那个声音 然后它的香气才会出来 接受过餐饮正规教育 从小又跟在老爸身边学习 理论和食物一点一滴靠拢 做出来的菜饭 有他自己的味道 加入菜饭的酱油 就是比较没那么甜的 不然饭吃起来甜甜的 我就曾经用过柴鱼酱油 来炒过菜饭 我不是说我喜欢研究一些 有的没有的东西吗 结果变甜的就不行了 没有时下年轻人爱玩线上游戏 一有空就研究菜色 已经破百的体重就是因为喜欢煮吃出来的 比起芹菜碎拌上绞肉 经典的江浙料理在他手上甩出筋性炸出定性 小肉是有肥有缩 大概瘦肉二然后肥肉一这样 吃起来才不会太就是太油腻 有的那种粉加很多的 吃起来就烂烂软软的 所以我们不然其实我们可以叫原料自己 就是不用自己再做那么麻烦 就是可能品质要顾一下 所以要自己做丸子手工捏这样 不偷工减料做出的狮子头 包裹着年轻人对料理的热情 白菜鱼一口 軟鱼 肥肉酸 十年前 陈爸不想再受顾鱼人 才会从餐厅主厨退下 回到家乡戏址 开启完全属于自己的餐厅 我們可以下去釣魚 反正是水里海邊很快 運氣比較好可以釣到紅色 市民最貴也很少 快要買差不多一千八百 那釣回來是給客人用 還是自己吃 我自己吃 那都自己享受 我自己釣到的魚 我也有很成就感 對啊 你有釣過到什麼 有喔 釣到什麼 花枝還有大的魚 我曾經還成績比他還要好 對 就是新手嗎 陳爸愛海釣 陳媽就跟著去 扶唱扶隨 愛相連 但受惠最大的 就是上門的顧客 前一晚到基隆宇 釣回來的白帶魚 趁新鮮 隨性就做起私房料理 對 白帶魚就用煎 有那個魚就去做白帶 沒有刺 就像說你白帶魚煎起來 又煎 吃又全刺了 你把肉留起來 你放一放 就有錢 就好了 油不要太燙 百二度就好了 不然你裡面煮不熟 還會流去 一時糙味都沒有了 魚腥味一時都沒有了 對啊 你如果這個現場 你都不會糙 不會有糙味啦 魚肉吃起來很甜 從事餐飲三十五年 西餐 台菜 預料 通通難不倒他 兒子在他熏陶下 高職餐飲科 是他的第一志願 畢業後 父子倆聯手 把懷舊餐廳 經營得有聲有色 陳爸這次挺兒子 讓他盡量發揮 這一定的啊 對 我哪有陸天來一起做 你是為了趕快交棒喔 是啦 年輕人好 年輕人好 做不到 沒關係 你就一定有中間球 要怎麼做 我們做得好 當進這一行的時候 我跟他講 大小傷口 免不了的 當然做媽媽的 我們是心疼啦 可是他有興趣 我們還是配合他 陳爸說他的手藝 是被岩師打罵出來的 面對年輕一代 溝通討論才是王道 尤其四個小孩裡 冠亭最有廚藝天分 就讓他自由自在的發揮 慢慢的 父子倆有了默契 鑽研出的菜色 多達上百道 我很佩服了吧 因為他可以做出 那麼多的料理 就是有各種食材上的變化啊 什麼有的 我也是開始對廚房有興趣 就是覺得這個食材 跟這個食材組合 竟然有那麼多不一樣的地方 然後可以自己再自由變化 手邊正在忙的是滷肉燜筍 是家常菜也是家傳菜 從小陳爸就是靠這一味 擄獲家人的心 滷肉燜筍 我們用黑酥肉提盤 吃起來Q彈有勁 之前一定要把它 裡面的脂肪的油逼出來 它的肉味包在裡面 它大部分都會點 都會點 所以這個一配飯 都可以吃好幾碗的麵蒜 喔 當然喔 竹筍燜肉 好吃 很順口 又不油膩 對 然後味道剛剛好 又不會太鹹 很讚 印象中小時候我媽媽 還會弄給我吃 現在都沒有了 對啊 所以懷孕的時候 就來這邊吃一下 古早味像是蜜糖 總把顧客的嘴巴緊緊黏住 即使住在桃園 也要來戲指朝聖 顧客的熱情相挺 讓陳家人做料理更有見 牆上掛著夫妻倆 結婚25週年的全家福 這裡是用餐的地方 更是感情升溫的 甜蜜搖籃 中文字幕提供